欢迎来到每支一股的时间 逢星期四两点钟的每支一股的嘉宾 就是我身边来自于要塞证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王维侯先生 Wafi 你好 你好 一而记王先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Wafi和我们推介了一只美积控股 看看和恒指方面相比起的表现 恒指方面升了426点 升幅来说是2% 但见到股份同期表现是跑人大市 升了1.5% 升幅来说是5.26% 排人的提示 如果大家跟着投资建议去买的话 见到当时的买入价是2.78元 而目标价是3.25元 见到是买入了 要问Wafi已经成功买入了 但未到你的目标价 因为本周波幅来说最高是3元 还欠2.5元 会否追上去 当然现阶段跟着自己买入价 2.78元买到的话 就先拿着 因为刚才阿玛也说到 比较恒指同期 大概才5% 但如果自己买入价 计算 大概有8%的利用在手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 有利用在手的时候 稍微拿着先都无防 但仍然以后 看中短线来看 看是否有机会去到3.25元 去到的 获取了先 但说一下 上星期推介也是 竟然这股份 比较中短线 持有些 就不是太过中长线 可以考虑着 因为签议来说 我觉得 应该经完这一阵以后 可能有个小小的整股 所以看这一阵 能不能上到3.25元 可以去到这位置 做目标价获取了先 其实今星期推介之前 都叫推介的那股份 特别这股份 近期都比较多的好消息 去到叫支持 就是623 中士金桥 中士金桥 其实Wafi在7月10日的时候 已经推介过 当时买入价是2.92元 目标价是3.8元 完成了 成功买入和沽出 看到已经赚了接近三成 成绩不错了 今次再推介的时候 就要和Wafi深入研究一下 接下来有什么利好的因素 首先先介绍一下 整间企业四大主义的业务线 虽然要再推过 但起码都说多些 清楚一点实质业务 以中士金桥来说 有四大类别 第一类比大家熟悉 就是媒体资源运营 即所谓的广告代理类别 这是代理央视中央电视 47个蓝幕 大概超过近2万分钟的广告代理时间 而这些47个蓝幕 最主要分布在大家熟悉一点的电视台 比如CCTV一台 即中央电视一台 五台 这些大家比较艺术能长的电视台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大业务佔比 亦佔了整个收入来说 矮近九成多 即这个好没有 其实都很能够取决整份表现好还是不好 第二点 就是品牌整合传播服务 这一点其实是未来这个时间 相信都会是主打的一个行业的发展 因为这个来说 其实就是为了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品牌 去打造一些全盘的一个媒介计划 比如一来就是定位 那个需求 甚至是那个策略 广告下什么的 就是买卖的价位 谈判等等 全部一阵式是一个踢做完 而不是过往只做一些广告代理 而这一点来说 其实都有些大的合户在做 如果以今年公布 或者去年几个开始做的时候 有些大家比较熟的 比如国首 建行等等的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都找他们做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有个 挺不错的一个前景 我们可以看到 而第三点那个知识业务来说 就是这些广告内容的创意制作 比如一些叫商业的广告 一些叫公益的宣传片 甚至微电影 这些他们都有做到 而不是只做传统的广告代理 而最后一点就是比较新一点的 就是一个新媒体投资 和一个整合的运营 最主要来说就是想做到 电视、网络 和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整合平台 目的就是来讲 广告发展的大趋势 好 我介绍完业务之后 我跟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业务业绩表现方面 我看到截至2012年6月30日为止 公司的收入就是7亿 同比来讲就是跌了3% 而股东应佔的利益方面 盈利方面就是有7900万 跌了就是90% 每股的基本盈利方面就是一成一 看到就是 重要就是没有派息 没有派中期息 其实公司来说 背靠央市和他有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亦都是他最大的广告代理之一 看到其实业绩方面 好像不是做得更好 是的 是的 的确以半年业绩计算 就比较远一点 因为刚才是什么都说得对 以背靠央市 有这么大的所谓靠山去到支撑的时候 但是头半年业绩 其实收入跌之余 以个顺理计 都是升埃近一成 松一点的时候 其实不算太好 都比较远 而当中看到另一点的问题 就是应修仗急增 但其实这些情况 其实可以说有点解话 讲解 甚至和大家也要说一点 刚才也说到 四大业务来说 最主要的媒体资源运营 这个占比有九成多 这个好和不好 其实就影响到整盘数好还是不好 正正来说 头半年一样 因为这一部分 这一大部分 同比跌了7%的时候 便想拖累到整个收入 按理跌了3%左右 而有什么因素 令到这一部分 就是广告代理方面 有这么明显的一个跌势 其实有两个主因 管理层也有讲解 一来就是那个税务的改革 第二来就是广告投放方便 如果以税务改革来说 因为过往 相关的收入来算 今年开始以一个营业税 改为增值税收回 所以这个税务改革 第一个是有问题 令到过往 收入来说是含水收入 今年变成不含水收入 变成的数字是低了 这是第一点跌下来 而其实管理层也讲到 如果假设 将它变成含水收入的时候 其实那个收入是叫做持平的 即不是说有太大的差别 而二来的话 就是投放方面 因为至少头半年 特别国内经济 都不是说太过明朗 都是叫做小时坏 或者都是有很多忧虑的地方 在这里的时候 很多的广告商 都叫做缩了他们的投放 令到这一点赚的钱来说 是叫做跌了7% 而第二点刚才讲到 应收帐方面是叫做急增 看回数字上 没错是比较多了 以去年年底 大概2300万左右的 人民币数字来说 去到今年六月底半年 其实升了3000万又多 去到5400多万 这个数字暂时看起来很夸张 但以转换日数上去看 其实是有升到 但都较同意为之好 因为如果以转回日数上去看 由应收帐日数 由16日到25日就是升了 但较同意来说 其实较为理想 因为同意这一刻 有60日至90日 还有很大的差距 也比较有优势 而且以来 相关应收帐是急增 但大部份来说 都是三个月以内的短期的应收帐 至于管理层也不是太担心收不回 甚至来说 对于来港坏仗的风险 因素来看 其实不是看得太大风险 而且最后一点 就是不拍中期息 其实过往一向都不拍 只不过大家这一刻 就是之前对中期业绩 有个憧憬的时候 觉得会派 变成出来不派的时候 当日是令股价有急跌 所以其实跌 是令到有些因素去拖累下来 但业绩也不是太好 但自己看来来说 我会对下半年的看法 有个好些的憧憬 好 接着跟进来 就是利好的因素 我们在看中市金桥相关的新闻 都会知道 刚刚就是央视广告招标方面的成绩 看到就是做得挺好 要问Rafia 这个是不是你重推的主要原因之一 绝对是 始终这个刚刚就叫做早几天开始出来 而看到这个广告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觉得自己对这个股份 都叫做一次看得好些 也都变成立刻想到 可以说再推给大家看 这个因素最主要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央视方面 就是夏年方面的广告 那个黄金档期的收入 或者压度有多少 招标压度 其实出了的了 刚刚早的出了就是明年方面 这方面的收入的总额 有成158几亿人民币又多 那往年增长了1成1多些 也算是创了之前19年的新高 甚至来说 在这次招标里面 其实超过五成的一些 叫金融、保险企业来说 那个招标压超过五成 这一堆的客户来说 其实都是用中市金桥做的 所以这一点是有个受惠性 而且以回 撇除这些 以回整个大数上看 其实中市金桥都得到 18亿多的一个 就是人民币的一个招标压 这一点来说 其实占了整个比重来说 矮近11.4% 所以也都令到他们的市占率 由今年9.8%到下年有机率到1.4% 而且按年这个压度计 亦都是增长了1成2成8 这些是最近的数字上看之余 更加是有个非常好鼓舞性 而指望未来 始终亦都觉得 国内广告业的发展 其实都会有在 因为以回这一刻计 国内企业广告的投放 其实占了整个GDP大概0.6% 但以回法律国家比 矮近2%的时候 其实只看这个数字 都依然有一定程度的一个 就是上网空间 所以这些是比较利好 而且带多一点点题外话 始终刚才不断都提的 阿Mac也有提到的 就是背购央视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央视在国内的 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一来播放的范围广之外 更加客户群都比较大 那变相来说 如果以一些广告商 要下广告的时候 以央视角度考虑 那个议价空间是比较大的 就是变相价 可以设定比其他电视台高一点 所以从而来说 对中市金桥的盈利质素来说 会有个保证 是的 跟着跟大家 跟进来就是限广令 顾名思义 就是买广告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限制 直接一点 简单一点去想 其实这个限制限广令 我程度上 应该对广告代理来说 是一个利弊的因素 正正因为中市金桥有这么大的广告的网络 变相是得益的 不如你再说多一点 是的 这个因素 其实上一次推移的时候 也有放这个因素 是一个理好因素 其实今次也叫做再一次 说回这个因素 因为这个因素 暂时没有太大改变 以及以基本上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先说回这个限广令 评论什么 正如我程度上说 这个实施了之后 是会对一些广告代理来说 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但是外耀中市金桥 始终一来 是央视最大民营的广告代理商之外 更加有个名气事件优势 所以影响得来 他相对都可以拿到 一些比较好的因素 所以反而这一点 我会把它归留留一个好处 而这个限广令来说 详细的名字 叫做一个关于进一部 加强广播电视 广告播出管理的通知 而這個通知其實在今年1月1日是實施的 詳細來說就是以電視劇角度來看 播放的時候就不能插任何廣告去播 所以變相來說 如果你是廣告商的時候想下廣告 但電視劇播的時候不讓你出廣告的時候 變相你要下廣告可能選其他台去做 例如轉一些新聞類別的欄目 因為始終新聞類別沒有守限廣令的限制 可以在中間穿插廣告 而剛才提到中市金橋做的事 央視代理的欄目 很多都是在新聞台裏面 所以這一點是可以受惠得到 而這一點其實上次放的時候 再加上奧運方面概念 其實那時講過 意味奧運的因素的時候 很多廣告商都要下廣告 加大相關的收益 而今次推除了這一點之 即是說奧運就完了 而今次推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其實都時間性問題 挨禁農曆新年 書面上都想減回時間推 正正因為這一點 大家都知道 譬如香港好 國內都好 農曆新年 可能大家看電視都會知道 很多廣告都會出一些專門說公賀說話 給新年利好的廣告出來 這些來說是會加多一些廣告去下廣告 而這一點正正配合限廣令的時候 可能令到廣告商要下這些祝賀廣告 或者這些所謂的宣傳廣告的一個因素的時候 都會選擇一些新聞藍武的做法 所以我相信 這個農曆新年的效應底下 之前這段時間來看 應該都會有個不錯的炒作性 好 跟著下一個利好的因素 剛才在簡介公司的熱舞的時候 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中市金橋是涉足在不同的範疇 當中包括電視網絡和互聯網等等 其實這些平台來講 某程度上幫到自己的廣告業務不少 是的 其實這個利用因素比較長線一點 而且這一計的佔比比較少 所以這個擺落是想做一個比較長線的好的看法 而這叫做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完整媒體平台的一個整合 是有一個挺值得憧憬的地方 而這個完整的媒體平台 包括電視網絡和互聯網三方面 其實是說嘗試去發展 其實中市金橋現在已經慢慢在做 只是剪比上比較少 先說回電視 其實在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跟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旗下公司 就是國產環球傳播媒體 傳播媒體的控股限公司 去做合作 做協議 參與環球奇寬數字的付費電視的營運 而這個電視其實是他們今年才去投資 或者參與 但是這個電視不是今年才開始做的 其實在2007年已經做的 而以這刻計算 營運了大概五年左右 其實網絡是很廣泛的 以國內播放來說 整天超過252個省正在播 甚至以觀眾群計算 有五千萬左右 所以這一點 其實這一刻參與下去 我覺得他們可以享受到 慢慢成熟的效果 所以這一點是來得比較好 而來的網絡方面也是 以網絡計 其實中市金橋在去年8月份開始 開始發展一個自己做一個 以農戶為主的網站 叫做吳谷網 而這個網正式是今年2月份開始用 如果國內很多朋友可能用開 都會知道 這個網站最主要來講 就是公佈一些以農業為主的消息 給一些農民去看 雖然這個網站營運了大概幾個月 就是2月份開始做 現在計算半年多一點時間 但是以這半年多一點時間也好 但其實以國內各國 以農業網來排名計 其實已經搭了三甲 所以其實那個使用量 或者大家的瀏覽量 受到受歡迎程度來講 其實是挺廣泛 而還有一點移動互聯網方面 還有一樣就是所謂的手機媒體平台 其實他們都有投資 相關100TV和中投視訊這兩方面 雖然的佔比來說 即是股權來說 不是太多的 中投視訊比較少的股權 而100TV是大概13%左右 但是這兩個平台 其實都是國內最大的手機視頻平台之一 而特別是100TV來說 更加本身有和大家熟悉的土豆網 人民網這些合作 所以客戶群的量真的不少 而亦一樣 以這些視訊平台的排名計算 其實這兩個頻道 都在排名很前力的位置 雖然這三方面電視、網絡和議定互聯網 好像是一些新或現在來講 佔比比較小的業務 但其實發展得來 都已經是一個比較好的前列位置 所以變相長線看 我相信發大來做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最終市金橋的 大來方面的收益或效益來講 其實來得挺正面的 好 接著說另外一個利好的因素 除了投資者留意股份本身的業務方面之外 都會留意股息之圖去看看 貸息方面的收不收入 剛才提到中期息沒有派 但其實公司方面都有派過特別息 另外大家在業績時都留意到 其實他們手上的現金 公司手上的現金也不少 是不是接下來可以衝勁有特別息派 其實這個是叫做自己的衝勁 或者放進去的所謂的好因素 當然強調是否實質會派 其實人不知道 但以數字上看或趨勢上看 有這樣的可能性 或者比較大 我覺得這個如果到時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會有一個頗不錯的炒作 所謂的好因素就是派特別息 和回購 如果再說到派息政策來看的時候 其實中市金橋也算是頗穩定的派息政策 其實觀點策一直都說 以過往來看 上市以來 其實派息的比率都規定在20%左右 其實過往不斷做得到 甚至以早兩年 2011年這兩年來計算 更加拍特別息 而這個特別息的派息比率 亦都是兩成 所以大家計算 其實總派息比率 過去兩年有四成 這是非常吸引的一個水位 但當然 管理層也說到 剛才中期協助也說到 今年會派特別息 暫時不知道 都是由於派息政策去訂 或者由於實質的營運去訂 但以半年的時候的數字上看 我自己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以稍後的現金比較多 有12億那麼多 以當時出半年業績的時候 佔了當時市值八成三那麼多 如果你說這一陣子上來之後 股價上來 拉低了市值上來 拉低了戰備 但拉低了六成多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高的水位 現金流 所以我相信 這一點 是比較有一個好的因素 可以有一個太特別息的憧憬 而另一點就是回購 因為我記得公司今年以來 不斷都有做回購 雖然量是比較少 但次數比較密 因為見到 只是八月份都做了兩次 所以意味著一來 就算這一刻不派特別息也好 但礙於收入上這麼多錢的時候 其實做回購的因素 其實來得挺明顯的 所以我會覺得 無論派特別息 或者回購這個憧憬 都會對股價 其實有個挺不錯的正面幫助 好 講完就是利好的消息之後 利好因素之後 都要講講利膽的因素 大家都要留意回 第一 一定是講講經濟 不過我相信經濟不好 賣少些廣告都容易理解 但經濟不好不單是影響這一行 是的 其實這個所謂利膽因素 就不是影響中市金橋 只不過經濟不好 其實差不多行行都會影響 但怎樣說都需要放一點 讓大家知道一點 因為剛才說到 中市金橋好像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因為始終一來最大的一個 就是民營廣告代理 甚至在背購央市的大碼頭 這些好像是很好的背景 意味著來說好像沒得太大風險 但你都不能夠忽視一些經濟因素 這些是阻礙不了的 如果經濟真的很差的時候 可能差到廣告商中縮 廣告不做或者不投放 或者遲到丟下去的時候 變相就算你這一刻有個好的碼頭都好 其實你都會有個影響 所以這些是比較小小的所謂 可以說是利淡的一個因素 好 說到第二個利淡的因素 就是限廣令 之前有這個限廣令的目的 都是想觀眾去看劇集的時候 就不會被一些廣告騷擾到 但其實會不會因為這個限廣令 大家都會很歡迎 然後伸延到其他的折陸 當然 現在暫時不知道 但還有什麼這麼說 這個可能性不能夠完全抹殺 因為總而言政策 就是國內怎樣推政策 可以說是千免萬法 或者不是說大家都猜得到 猜得到就不會叫做他們的決策 所以變相我覺得都可以叫做輕輕 放在一個小利淡上 就是不能夠忽視一點 可能最終這個所謂的限廣令 就是這個限制 會不會延伸到一些其他的藍幕裡面 譬如新聞裡面的藍幕 所以變相現在最終就是這樣做 延伸到這些路的時候 變相對中士錦橋的影響性都會有在 所以這一點其實是不能夠完全忽視 而除了政策取樣之外 更加一個補貼也要說起來 如果以他們頭半年計 其實相對他們都有政府的補貼拿得到 拿到大概一千三百八十一萬左右人民幣 而這個補貼其實他們管理層說到 是按年支付的 政府每年會給他們 所以每年的數字其實不穩定 或者不是定了那麼多 而他們也說到頭半年有千多萬 但他們預計下今年下半年 補貼是會有的 但數字應該會少一些 所以你不能夠忽視一點 就往後一點看 如果隨時補貼 再縮下去或再減下去的時候 不多不少都會對收入方面 有一點影響 但影響得來我覺得是比較美的 因為始終來說它是有靠政府補貼 但這個比重上計 其實不是完全依靠政府方面去支撐 有自己本身的業務去做 就算這邊縮也好 是令到收入、營業 有一個下降的現象也好 但起碼我覺得不是太大影響 但我覺得少少的震盪都會留在這裏 最後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機率一按 就是623都會發現到 其實交頭來說比較疏漏 其中延伸的問題就是 其實抹膠會比較大 是的 其實這個利膽因素 跟上星期推美積的時候 都有同一個少少的憂慮性在這裏 就是交頭比較少一些 因為如果交頭少 很多時候大家按機 好像什麼都知道 差價不是只差一格 可能只差幾格 所以你一買下 可能都會虧了幾格幾個水位 這是唯一的風險 而二來其實你看到中市那條 過往的成交比較少 特別是這一層 剛才所說的 拿到夏年廣告的招標 這些好因素帶動 近期成交才比較多 撇除這一層 之前那一層來說 其實每天成交是很少的 所以說真的少成交底下 當然好處來說 可能是容易被炒上 即是比較波動一點 但不好處的就是 可能反過來看 有時抹價寬一點 有時可能少少影響都會跌下去 所以這些來說 大家都叫不可以忽視相關的風險 不過也是的 其實抹價帶 大家都有利有幣 有危先有機 風險高些 可能利潤方面都會高些 跟著說一下 投資建議 要看看Wafi怎樣去介紹 整個部署應該是怎樣的 如果從部署上來看 始終剛才說到很多的機業本面都挺不錯 一來有央視大靠山 二來來長線發展 也有一個挺不錯的媒體政客平台 會做的時候 變相覺得這股份很值得中長線持有 甚至於這一刻 PE 即是股值上看 都是吸引大約六倍的市盈率 其實也是挺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中長線持有 而價位上看 始終外於近期的叫聲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比較低一點 3.07元到買入 到時來說 以之前的高位 即是4.3元做目標價 如果不穿3.31元 大概一成左右的水位的時候 我覺得不用急於指示著 我覺得這股份 大家其實可以休息一下 做中長線持有 好 跟進回中市今宵現價 正在做3.79元 升冷先 升風來講不足1% 今次重推的成績 會否比上次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跟進 這時間差不多了 和你做個申報 剛剛所講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好 謝謝Wafi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Wafi和我們跟進大事表演